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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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日上午 抵达原山格马酒店后 用笔记本电脑浏览了韩国新闻 然后在附近后会和一起阅读新闻 当天正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明取消赵美首脑会谈一项的第二天 韩方记者团表示 LDQUO在赵美首脑会谈被取消了消息传开后 朝方相关人士很好奇 是谁取消了该会谈RDQUO RDQUO还问Busco 彭斯副总统或博尔顿国家安全顾问等强硬派在美国国内 是不是又被设了QUO RDQUO韩方记者团还补充说到 LDQUO 朝方相关人士的眼神 看起来 似乎是希望与特朗普 总统局 韩首脑会谈 朝方似乎颇为期待 韩国在中间发挥 仲裁 作用RDQUO 韩方记者团表示 原以为生态系统会因放射能污染而遭破坏 但去现场一看并非如此 韩方记者团表示 LDQUO和试验长周围还开了杜鹃花 生态系统看起来十分正常RDQUO 对于和试验场所在的莫塔山 韩方记者团补充说到 LDQUO 山市看起来类似于韩国江源道的舞台山RDQUO 韩方记者团还公开了在对峰溪里和试验场废弃现场进行 采访诗与朝方相关人士之间的去人 据悉 在3号坑到前溪水旁 朝方相关人士提议 喝点溪水尝尝 但韩方记者团担心溪水已受放射能污染 于是说LDQUO 您先喝喝试 是RITCO 但朝方相关人士并未引用 韩方记者团原本准备了放射能测量器 但抵达元山格麻基场后 被朝方没收 韩方记者团转答称 对和试验场爆破现场的采访限制较少 韩方记者团表示 LDQUO因安全问题限制了部分采访 但总体上采访还比较自由 例如 韩方记者团要求打开坑道门时 便获得了朝方同意LDQUO 但守在现场的韩方记者团也无法缺信 分析力和试验场是否完全被废弃 韩方记者团表示 LDQUO因无专家在场 只凭肉眼来看 我们不知道朝方是否完全废弃了和试验场 LDQUO 韩方记者团还表示 LDQUO对于2号坑道 朝鲜中央通讯社记者说明称爆破了八次 但我们只能听到三次爆破音 而且我们也并未感觉到身处 爆破LDQUO 韩方记者团还说明称 LDQUO 我认为朝方只要下决心 随时都可再次挖开坑道LDQUO